是爬上梯子脫困模樣相當狼狽 怎麼也沒想到 只是停個車就跌進了 機械停車位下方 我在後面有動靜 就是救護車或警車聲音 救護車啊 等你救護車下來啊 三號下午三點多 高雄市鳳山區一處大樓停車場 一名三十八歲召訓女子 停完車後要去後車廂拿東西 沒注意機械停車位旁 有一處三十公分的縫隙 他就整個人摔進升兩公尺的地下空間 經警方到場不斷安撫 並等消防人員到場之後合力救助 女子摔進機械停車位後 頭部和手腳多處擦傷 消防救護人員出動兩車 無人前往搶救 協助女子脫困 幸好鬆衣之後沒有答礙 後面那個燈夠不夠 亮度夠不夠 會影響到視線 後來說這個燈應該要自動開 這個都變手動開 那有些人想要省電 燈就關掉 居民表示地下室光線不足 再加上機械停車位縫隙太大 長久反應無果 希望相關單位加強稽查 別再有人發生意外 華視新聞參觀局許文男高雄報導 我是吳一璇 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訊息 趕快加入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 按讚開啟小鈴鐺 最專業的主播群說新聞給你聽